一切具足 大猪慧海向马祖道一求佛法 马祖告矣 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甲向外求密 这是指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具备开悟的条件 乃至于成佛的条件 不用向心外的他人追求什么佛法 就禅修者来说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开悟靠自己 个人怎么修呢 方法是师父指导的 真正的物件佛性则需要自己用功 根本没有所谓门 努力就是门 如何努力 放下自我的执着心 自知心 烦恼心 追求心 厌恶心 不赖凡心 那时就能见到佛性 一言之 如何放下是师父教的 见到佛性或智慧的显露 却不是任何人给的 连佛也无从给你 那是你自己本来就有的 大家都会说 年轻人是有待琢磨的普玉 是社会国家未来的主人 经过琢磨的玉 不是任何人变化出来的 来世玉石本身就藏着玉 有些人认为 只有少数天福异禀的人才是玉 自己大概不可能是玉 就佛法的立场而言 这种观点是错的 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人类固然有 即使连猫狗等所有大小动物 乃至于招生牧师的浮游 佛也承认他们都有佛性 只不过 他们尚未经过人的阶段修炼 佛性尚未显现 人类之中有智与贤不孝的差别 也是事实 但佛对众生平等看待 现阶段固然呈现出 智与贤不孝的形态 其纯美的本质还是可以开发的 地人儿若加以教育 可能会智力自强 残障的孩子体力虚弱 父母和社会如果不放弃 对他们的帮助和栽培 也可能会成为有用的人才 佛法认为 人生幽乎几十年 只是生命长活中的一个小段落 即使这一生已无希望成为大财 没关系 只要给他熏悉 给他帮助 即使再不孝 再愚钝 也能使他的品质逐渐提升 如果观念转变 建立起信心和怨心 弱智者也很可能会变为正常 而很有能力 很有智慧的人 对任何人不要失望 不得放弃 秉持一切具足的信念 对己 对人 都能给予鼓励和肯定 既不会自暴自弃 也不会小看他人 可使得每一个人 都能成为自助助人的社会中间 有点